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4月3日 这次的录播节目和大家谈谈俄乌局势 现在形势发展很快 有利于乌克兰 刚才看到是一平新闻网的消息 讲到战事最新 乌军严防死守 俄正占领更多的地区 刚才从网络上看到一段小视频 这个泽林斯基勇敢地到了前线 当时没讲什么地方 肯定是巴托姆特吧 在那个地方又对即将进行反攻的 开始大反攻的官兵 给他们讲话 鼓舞他们的士气 然后办法这个奖章 有一个视频 显身的场面非常紧张 也就是说泽林斯基现在已经承诺了 已经讲到了 不再等西方的武器到来 有些武器根本没兑现 这是个承诺 有的武器放在路上 有的已经到了 说不再等了 马上就要大反攻 我们来看看这一平新闻网怎么讲的 他说俄正占领更多的地区 这里讲到4月30号就今天 说七部队坚守东部顿巴斯地区 就乌克兰的城镇巴托姆特阵地 该阵是俄罗斯军队的攻击重点 另一方面呢 俄国瓦格纳雇佣兵的负责人 这个普里格金声称起部队 正取得进展 为夺取巴托姆特奋战几个月的俄军 近期正慢慢地占领该座城镇 越来越多的地区了 路透社报道 乌克兰国防部的副部长 叫马里亚尔 他是怎么讲 他说呢 巴托姆特的极战冷得继续 敌人无法控制这座城镇 尽管他们将所有部队都投入到这一战斗当中 取得了一些成功 他在发布于加密通讯应用程式 Telgram的贴文中说 巴托姆特的守军正在执行他的军事任务 乌克兰军队没有透露城镇 就有多少区域落入了俄军手中 由于现在战争正在进行 战地记者们恐怕报道不那么及时和详细 反正大体的情况他报道了 另外乌克兰东部军区的司令部发言人 叫齐里瓦蒂告诉媒体 仍然有可能提供食物弹药和药品 给巴托姆特的守军 并彻底上援 他们仍然要提供补给 俄罗斯国防部先前讲 七部队周日就星期天占领巴托姆特的四个街区 路透社无法核实这个消息 战场上妈妈都是这样 两方都是自己占优势 这很难讲到底真实性怎么样 正在等待冬天天气转好 以发动反攻的乌克兰 能寻求恳求文国 客服队提供 乌军现代战绩的犹豫 现在还有一些国家 北约一些国家有点犹豫 不愿意给他战机 这个泽林斯基很着急 很生气 说乌克兰空军发言人 伊格纳特 这个对周日啊 对电视台讲 他说没有空中掩护啊 就你没有空游 就不可能在大反攻 进攻和防御当中取得良好的成果 他指出呢 在西方战场上训练飞行员 需要数个月的时间 可能有的国家不是不给他飞机 飞行员现在也不够 说针对 俄国针对巴赫姆特的攻势 由私人用兵组织 华克纳集团 这个华克纳集团呢 是雇用兵 就是你给我钱 我给你打仗 当时给我工作赚钱 由他带头 其负责人普里格军 在英特格拉姆上 特拉格拉姆上 也是一个社交媒体上面 发表观点 说部队周日在某些方向 推进才230米 现在你推进100米都很难 他说 请基辅单位控制该阵 不到3平方米的面积 多次与俄国国防部 发生冲突的颇里格军 再次抱怨 莫兹克没有为他部队 提供足够的弹药 他补充说 瓦格纳集团因此承受 不必要的高额损失 刚才看到疯狂一条消息 疯狂网 他报道 瓦格纳领导人开始发脾气了 跟普京闹矛盾 声称 再不给弹药的话 那么不干了 要撤离 给他抗战有一张图 封号网现在也很诡异 有的是也报道一点真实的消息 一边真一边假 这是刚才封号网的消息 封号网发了好几条消息 给他介绍介绍 他说俄罗斯雇佣兵集团 就这个瓦格纳 刚才讲的瓦格纳正在攻打乌东重镇巴默木特 但是由于弹药缺乏 他遭受了严重损失 领导人普里格级威胁了 说哥们再不给药不给弹药 哥们不干 跑了 在4月29号发布的采访中 他说由于弹药太缺乏了 他的部队的死亡人数呢 矫缺正常情况下都是五倍 你看过去比如说一个枪 一个人被打死 就五个 他还讲啊 他以致信给这个邵义谷 俄罗斯国防部长 要求提供物资 说如果遭到寄决 他就要告状 到普京去告状 要这个月季上访 他指出如果弹药 短缺问题得不到解决 瓦格纳部队不得不撤离了 否则就会白白的送死 瓦格纳部队的弹药 只能维持几天而已 他预计乌克兰将在 5月15号之前发动反攻 刚才我已经讲了 不是之前 不是5月15号 马上就要反攻 因为什么既然你没有弹药了 你们自己也没协调好 这个机会太好了 那么这个 这篇文章 这个封号网 另一篇文章讲 乌克兰大反攻 即将到来 泽林斯基称 不会干等西方军援 你看连亲俄罗斯的 亲普京的封号网 现在也开始多了多少少 给我感觉这个 好像是改变了一点 这个情况了 这里是视频 我看了一下 因为视频它有版权 我也告诉你们 就是在某个地方 现在没讲到详细什么地方 我认为就是巴赫姆特 这个士兵们都是 脸上戴一个这个黑头罩 只能看到眼睛 甚至眼睛都看不着 在这里接受 这个泽林斯基的这个检阅 然后泽林斯基在那演讲 顾士气 然后办法奖章 然后准备 夭夭意识准备开打 他说不等了 这个再等拜登 拜登这个走路走得太慢了 咱们来不及了 这个午期没到期 没到期开始开干 我估计这一两天 不会等到像刚才讲那个情况 你看 这里还真有一个泽林斯基的 这个暗示大反共在即 其实已经明确讲了 不是暗示 要马上就要反共 就在这几天 那么这就热闹了 那么今天 凤凰网今天啊 这个 除了这个 刚才这个消息 还有一条消息 也是根据这个 目前的形式 和俄罗斯有关的 俄罗斯军舰 抵近绿典 抵近了 就瑞典和芬兰 吓坏了 海军立刻进入了高度戒备状态 就防止什么防止 俄罗斯军 普京 狗鸡跳墙 你看 这一张图片了 这是凤凰网今天 头题啊 你看 这边文章是这样讲的 他说这个 独立 乌克兰独立新闻社 下电缆 这是对我们采取行动的一种方式 随下电缆 我看了一个报道 讲到这个 中共国派了很多这个抽杀船 说在这个台湾岛附近 不停抽杀呀 就把人家那个电缆都都给诊断了 啊 看来这海底弹的电缆是个问题 像一旦开打 肯定 敌方就会再对这个电缆啊 开始采取一些小动作 那么他怀他有道理啊 他说 报道称 瑞典海军立即进入了高度戒备状态 防止俄罗斯对电网进行破坏 值得注意的是 芬兰和瑞典将在数小时内完成海上共同战备 他说尽管芬兰和瑞典 此前并未正式证 并未正式证实两国海军 已做好了 保卫这个芬兰奥兰群岛的共同作战准备 但哈斯勒姆说呢 如果俄罗斯发动起进攻 他指挥的瑞典军队将保卫奥兰群岛 同样芬兰军队也准备啊 保卫哥特兰岛 大家都知道 以前这些小国都是中立火 现在都开始倒下了美国了 这个战成一排了 是吧 哈斯勒姆表示 如果芬兰需要我们的帮助 我们当然会帮助芬兰保护 奥兰群岛 芬兰很重要 和和瑞典边境连在一起嘛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另一条消息啊 现在这个有很多人不是小粉红 中共一洗脑啊 觉得好像这个打仗挺好玩的啊 要攻打台湾建功立业 今天我们来看更多的文章介绍啊 现在这个战争一旦开打会是个什么状况啊 是非常非常的啊 这个前景啊 非常非常不容乐观啊 你看这是刚刚看到的啊 这个俄傭兵头脑 乌克兰反攻将使俄罗斯陷入悲剧 就中央社的文章啊 属于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雇佣兵组织 华格纳集团 就刚才这个给大家看图片了啊 叫格金周日 普里格金 他周日就30号 就今天呗 预计乌克兰将在5月中旬展开反攻 他这个迟到的消息了 恐怕不会那么晚了 搞不好就这几天 并且警告对俄罗斯而言 恐怕是一场悲剧 这篇文章讲 他说法刑社报道 这个瓦格纳集团长达数月以来 一直是在乌东战斗核心的所在地 就巴赫姆特 战役呢 公事作为机先锋 就是瓦格纳 说普里格金 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盟友 他是铁哥们 但是作为私人军事集团负责人 目前他陷入了和俄罗斯国防部 也就是这个少议谷之间 开始扯皮了 他们打下来了 一般来讲战争到了后期 打赢还行 都抱成一团 一打输了 不太顺了就开始闹矛盾了 就像中国现在为什么矛盾这么多 李强斗陈明儿 也斗王小洪 因为这个政权基本上差不多少了 搞得今天这程度 经济还没钱了吗 这篇文章讲普里格金 是俄罗斯总统的铁哥们 普京的铁哥们 他责备俄罗斯军方领导层说 我们集团只有所需炮弹的百分之到十五 你们忽悠我们让人打仗 但是现在没有炮弹 怎么办 囊宗羞泽了 现在需要十个 现在只有十 需要一百个 只有十个 需要一百五十个 只有十五个 说是普里格金是在接受 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战地记者 叫皮高夫访问时 做上述表示 他为什么跟记者讲 让他回去汇报 向他宣传 让这个普京知道 普京给他做主号 逗这个少议骨 但普京也没有办法 普京算巧妇难为雾米之垂 为什么西明显有点叛变了 原来答应是大变局来历了 你就干吧 现在需要什么 我们中国有的事 咱哥们帮你 你看我这十年大弹 天天气石油都给了你了 你继续干 但是你这个战争没打好 打好一点 倒是中国的武器 原来不断给你 另外呢 咱们东部战区 这个力气参战 把美国干呗 结果现在呢 一等二等没有消息了 等了一个消息 昨天对联合国的一个决议 是吧 才偷了赞成票了 麻烦了 态度略有转变 所以这个普京一看完了 就瓦格纳现在的确是 这个断粮了 这篇文章讲说是 他表示啊 预计 他也知道了 就刚才讲的 普里格金他也知道了 乌克兰将在五月中心 展开了反攻 还说呢 这场反攻可能成为俄罗斯一场悲剧 就俄罗斯基本就玩完了 乌克兰 乌克兰最近表示 正就7代19的反攻装备 进行最后的确认 俄罗斯部队 就是俄罗斯西部布阳斯克州 州长 周日说呢 一个边境村遭到乌克兰的炮击 造成了四人上升 两人受伤 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 上个月29号 则发生了一个燃料库 一遭无人机袭击事件 你看现在战况开始转变了 不过今天我查了一下 美国之音和发广现在没有像样的文章 现在所有的文章都是万维网转发的 我给大家刚才分享就这么多 还有一个瓦克纳新兵 农历活下去 然后残酷的死去 给大家介绍介绍 这个战争的残酷性 我爸 我听我爸爸讲 就千万别打仗 孩子 打仗不好 我说人们不好 这个人死的太多了 我爸没有什么文化 讲到这程度 说华尔街日报 报道了一个俄罗斯囚犯的故事 说他和雇佣军瓦克纳集团 达成了协议 他们都为了生活 在这谋生 就像工厂上班一样 只是他这个巴尔斯打仗 打仗 战争 他达成协议 在乌克兰战斗六个月 以换取自由 后来发生了一些 外界没有想到的事情 就包括监狱的囚徒 就说你们虽然上战场 你判了十多年 已经待了五六年 再待几年就傻了 怎么办 还有五六年 想不想出来自由 想了 这样吧 打仗吧 打完了 你要胜了就回家了 好 人都是这样 往那好处想 想我打完了 就五年就回家了 是吧 不用打五年 看打这胜利了 如果一年胜利就回家 多好 没想到又死了 残废呢 各位说 给大家介绍 残废更可怕 这边文章讲 就是这个故事 他说 农钦是一位前警察 和被定罪的杀手 就他以前当过警察 后来犯错误了 称杀手了 他在高度戒备的 俄罗斯监狱里 过着身无分文的囚徒 可以想到最美好的生活 这个是我很理解 我被监禁了五年龄一个月 天天早晨 在窗上就开始看 看外面 他外面一圈是 是武警 里面是警察管理 外面是武警 有港楼 就像电视眼 电视眼的鬼子 小炮楼一样 上面有个士兵 背着枪 来回走 他就防止你 越狱 或者防止哪个警察 和你勾兑 警察放你 他盯着警察 那个就是小当兵的 你看他就讲 他说过着分文 没有分文的 这个囚徒的美好的生活 向往 怎么什么时候飞过去 可羡慕那小鸟了 那小鸟飞出 鸟也行 斩翅膀就飞出去了 很苦啊 真的 说在他身陷淋雨的20年里 他已经带了20年 傻了 我五年都傻了 你想 出了以后 头一个星期 我都不敢上那个公交车 上不去公交车 整个腿啊 上公交车都上不去 你去想想 这个监狱都可怕 他在20年 20年基本上傻了 我听监狱警察告诉我 监禁10年以上 无法再回归社会 这是警察跟我讲的 基本上这个人就残废了 真的 说农亲 想办法与囚徒和监狱 当局打轻一片 他想 就是说 活下来 这帮他笼到了一部电话 他拉过一走后边 搞了一部电话 挺有本事的 免除了监狱工作 就是不用劳动了 并与他在监狱 小教堂里 接会的一个女人 共度良宵 他在里面上搞出女人 这个挺厉害 不对 监狱的腐败很厉害 有的人像 原先大连监狱 后来严格了 大连监狱的两个监狱 一个是大连监狱 叫辉瑞监狱 一个是南关岭监狱 是水泥场 原来是两监狱 就那个大连监狱 很腐败 那个监狱长 都拉着那些 家里有给钱 有钱有事 秋徒 白天睡觉 晚上出去飘尝 到这种程度 甚至给外边 南关岭的地区 干净的地区 连记忆都拉起来 拉完 做完再送出去 到这个地步 乱了 最后把那个监狱 解散了 归入南关岭监狱 现在剩一个监狱了 我跟你们讲 是最准确的 我听这囚徒们讲 当然囚徒再夸张一点 闲也没事 不就讲那些 黄色的 这些低级的东西 是吧 一满足 这个心理的平衡 是吧 他这里也讲这么个事 说他在里边 不用工作 还整理不电话 还搞到一个小女孩 在监狱的小教堂里 结婚的一个女人 共度凉宵 说我知道 关于监狱生活的一切 这就是我的优势所在 这位55岁的罪犯 他在监狱待了20年 这个人 在去年秋天 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 他讲 他本应在27年获释 就是他27年就放了 几年前 曾短暂越狱的农亲 他曾经想往外逃越狱 结果在去年7月看到另一个机会 当时一架直升机 将这个普里格金送到了监狱 就瓦格纳的头子到监狱视察去了 我估计是烧一股普京忽悠他们 他去这个点将 去找人去了 他是瓦格纳雇佣集团的创始人 那么俄罗斯用这个集团来对乌克兰发动战争 一般你用囚徒来打仗的时候 这都最后的挣扎了 实在没有办法 他说普里格金向农亲和其他700名囚徒 就他放了700个 提出于他在俄罗斯各地的监狱里一样的要求 以自由作为交换 在瓦格纳的指挥下进行半年的友商军事服务 就打半年仗 可能这个监狱是很多 南国领监狱是7000多人 他这不知道多少人 他就跟里面讲 你们谁愿意去打半年仗 打半年仗就自由了 可能有的人不愿意 有的像我在里面慢慢熬 虽然苦一点肯定死不了 打仗不一定能死了 是吧 可能有七个人站出来说 我们几个弟兄行 数一数一看700个 就这个意思 然后他们就达成条件了 就是说你打半年仗 还有工资 有赏军事服务 就是一个月还有工资 给个一两千美元 也不少 这个根据普里戈金的讲话视频 他在里面一场讲话 录下来了 他告诉一些一所监狱的囚徒 只有两坨路可以走 一个是上帝 意思是躺在墓地 另一个就是他 就是你们现在不要有幻想了 你们眼前就两个上帝 一个是什么 你死了躺在那个墓地里 第二就是我 你看他 他这个挺糟糕 这个人啊 就是普里戈金 他说我要带你们活着离开这里 但我不会让你们所有人都活着回来 就是说你们跟着我走 有可能有的人活下来了 有些人可能就死在战场上 他觉得大忽悠 他就忽悠人家 他说在过去的一年里 数以万计的俄罗斯囚徒 接受这项教义 教义了 有上万人 那他这个监狱 还了不得了 几十万大监狱 中国的监狱很厉害 你看沈阳那个辽宁监狱 还有分局啊 辽宁光沈阳 大北监狱的呢 就几十万 据说的好几万 几十万 十几万好像 还是二十几万 我具体不清楚啊 不用乱讲 反南国领监狱 我在那是七千多囚徒啊 二十三个就是 就监区 分二十三个监区 一块一块的 干什么工作都有啊 很难知道 到底有多少人 活着足够长的时间 来领取他们应得的报酬 就是说你有的人死了 也没领到报酬 这个大户有 农亲是第三 整教所里 九十名左右 愿意抓住机会的 囚徒之一 就刚才讲这个人 混得不错 搞了一部电话 泡路交女儿这个人 他也成为这个 其中立员了 他是在他这个监区里 第三整教所嘛 他告诉家人 就他可能有老婆 孩子还有还有爸妈妈 可能他告诉他们 我已经有想法了 透过要去乌克兰 试图让他两个成年的儿子 心中的一个放心 说六个月后见 就他跟他儿子道别 他有儿子 俩儿子 他告诉他儿子 爸这会出去打仗了 半年以后 咱就回来 信心满满 抽属满之后 唯一的问题是 他是否能够生存下来 这里讲 你看 这是谁的照片 你看 这照片 给大家看了 这应该是囚徒的照片 是不是 家人的照片 家人是心痛 管到监狱里 哪个人都要去看 在苏联即将消失的日子里 农钦在俄罗斯工业城市 萨玛拉 接受了汉工培训 并在内政部队担任准位 他讲的过去的生活 就他以前干这个工作 他的生活出现了偏差了 他出了事 当俄罗斯经济崩溃 和普京升任领导人的时候 在199年一次拙劣的抢劫中 农钦向一个男子开了枪 他就抢人东西了 他抢劫范 拿枪吃枪抢劫 这个是这样 那么你还记得 当时的俄罗斯什么样子吗 他解释说 每个人都想尽力活下去 只是我抓住了 就说 其实很多人都是抢别人东西 因为这个经济太不景气了 在普京领导下搞得不好 生不如死 捉紧建州 很困难 逼迫他们就开始犯罪 抢偷 就这个意思 有些人没抓着 他倒霉 农钦被定位犯有谋杀罪 送进了监狱 因为什么 他抢东西是伤人的嘛 那就叫 抢劫 还有就是你没伤人的东西 没伤的人 叫抢多 越狱又使他行起 加了四点 后来他中间还越狱 爬大墙 没爬出去 又加了四点行 还不错 墙上没有电网 有电网的电子了 他说自己的兄弟 走了一条不同的路 搬到了莫斯科 在那里做了15年的保安工作 没什么前途 就他的兄弟是有干15年保安 也没什么前途 农钦讲 整个俄罗斯的希望都在那里 去莫斯科 试图谋生 在监狱里 农钦既没有体能 也没有使生活更容易的经济来源 不过他利用自己的智慧 在囚徒和监狱观之间 办一个中介的角色 就他能说回到的 把那个狱卒给他忽悠好了 把领导搞好的关系 他被分配到最舒适的牢房 就是那个牢房相对好一点 可能也就是一个大铺 铺 他可能自己有床 并免除了在监狱 封印车间的工作 他就封衣服 他不用封衣服 那么这个讲安德烈 他就讲了一个逃犯 还讲了另一个人 安德烈伊斯玛吉洛夫 是一位2012年去的囚徒 他回忆说 农钦只穿着一条毛巾和拖鞋 大步穿过监狱的院子来到找他 展示了布满纹身的肌肉躯体 据说他现在光屁股 只拿了个毛巾和拖鞋 这个意思 显得肌肉发达 为了充实实践 农钦花时间上网 你看他的监狱待遇很好 可以上网 是不错啊 咱们这里什么上网 书都不让你看 上网 说是农钦上网 在他的叫VK页面上分享苏联时候的照片 和俄罗斯民主主义口号 说这个 也是类似于Facebook的俄罗斯社交媒体网站 就可以在网站上随便的冲浪 挺有意思的 他给家人发了自己穿着球服放松的照片 展示他的纹身 骷髅头 黄罐和蛇 就他身上画着鬼的头 骷髅头 死了骨头头 还有黄罐 有蛇 就乱七八八 就纹身 我看到好多男性这里纹身 有些人愿意纹身 那么说农钦在网上认识了这个叫切尔卡索瓦 因为他可以上网 他在网上到处抛小女孩 还怪 越是囚徒在监狱上网 越容易抛到小女孩 难怪领监狱也有 他不是上网 他不是电话 他也是偷着整个电话 烂打 打电话还能够一个女 这个女老来看 还给他送东西 这挺有意思 说是一段后来在监狱小教堂举行 婚礼仪式 他找了对象 他不待了二十年吗 二十二年结婚了 农钦和切尔卡索瓦 带着俄罗斯东正教的婚礼偷患 一名狱警站在旁边 就是你允许你结婚 你在里边结婚 写着是爱情 刘小波不是在大连劳动教育院里和刘霞结婚的吗 对吧 就特别奇怪 就是很多女人喜欢在服刑的囚徒 这个确实 南国领监狱 因为有一段时间有三个就是那个他他有一个警察呀 或者是一个犯人也不是警察记不清了 应该是犯人吧 就是以前当过老板的啊 亲戚犯罪在里边懒到生意了 什么生意做假牙 就是用那种迷那种模型 我不太懂怎么做啊 做的假牙金属 但是只有三个女人是师父 那女人长了三女人长了八丑 但是他教给别人怎么做那个假牙 他就到南国领监狱的 就用给他授权到这里教着男的这个假牙 这一下麻烦了 这些男人从来没看过 就很长好几年都没看过女人呢 看谁都是杨贵妃和嫦娥奔鱼 这奇怪这些女人特别同情这些小男孩 一待都十多年 一个水光流滑的 你看女人研究制狗 这些女人喜欢她们 老在家里啊 给她们做东西 给她们 因为她善良 因为女人比较善良 一看她们那么小 小孩那么小 一待五六年 怎么办 还有十多年 还有无期的 就同情她 又教弟姐弟的 就教的爱都不行了 然后就给她们带好吃的 据说还给她们好 我不太相信好 因为那段没有好的地方 你怎么能好 那边就都是透明的 我估计就是给她们带点吃的吧 不想再听 爱美 就这个意思 这奇怪 那些女的后来 拿过那间鱼看不行了 但赶快解散 给她们这个女的赶走了 就是宁可这个假牙 这个生意不干 这个活不干 那个活很赚钱 不干的赶走 我听警察 他说妈的 再这么搞下去 生出孩子 说没办法了 这个只要有空气 阳光和水就 哎呀 很感动人 那些女的呀 对那些小男孩好 你都不知道 天天饭盒子 就往这带呀 想吃什么都给她们做好了 送来啊 好得不得了 有一个女的就看她们 就服刑啊 就是小男孩 就已经戴了七八年 看都流眼泪 说这么好的 小男孩 就在这儿虚度光阴呢 然后再加上那个人在那里以后 反正什么话都干净 有的时候男女之间 你就是把话一讲透了 就这点事 讲完了反倒很敞了 那时候我是看到这个事 但是我不是那个监区的 我是远距离看 另外听他们讲啊 挺有意思 这个事使我下去浮想连篇呢 这篇文章讲说是农青的儿子 叫尼基塔 农青 回忆起2015年 和切尔卡索瓦的一次监狱自旅 就这个女的加个她 到监狱去跟她住 他们在访客区待了三天 与农青一起放宿和吃饭 就看来这个俄罗斯监狱挺好的 人性滑鼻 做个监狱强度了 还让探监啊 还让结婚 说2019年发生腐败丑闻后 新上任的监狱当局 没收了农青的手机 她的监狱也腐败 和南国领监狱一样 最负败是大连监狱 你想他在监狱服刑 还能出来再杀一个人 后来那个墙壁了 就虎豹 那以后我们也好好讲讲 那薄熙来的四党 金州的四党 说是农青最终得到另一部手机 就他第一部手机没收 又得一部手机 挺有本事的 这个人了不得 说农青没有服役他两个儿子 失去与四个孙子相处时间 他感到焦虑 尼塔尼塔尼吉塔 农青说我们是他的全部 就他儿子家说我们是他的全部 他试图说服儿子不要去参战 他说你别听这个瓦格纳忽悠你 不要去 说普利哥金是普京先生的老朋友 他正在招募囚徒 以帮助在乌克兰损失惨重的俄罗斯军队 这位61岁的商人向囚徒提供相当于每月1300美元的资金 让他们在瓦格纳集团战斗半年 农青认为他来自国防部 进入人们的视线了 在去年春天夏天开始的囚犯招募活动当中 他告诉囚犯 他们将受到瓦格纳战争规则的约束 根据他的讲话视频 规则包括什么 不抢劫 就是你在上战场打仗前 你不能再抢劫了 要不要撤退 你只有前进送死啊 逃兵被枪毙 说你到底在做什么 这个尼吉塔农青 他回忆 他说他问他爸爸关于参战的问题 他爸爸他说 父亲最好是服务完剩下的刑期 剩下的事件不多了 他儿子不太赞赏 他打仗 就是你最好还是继续坐牢 不要去参战 但他不听 去年8月25号 农青和其他新兵登上了面包车 离开了位于俄罗斯科平的监狱 他在科平的坐牢 他们到达附近的一个机场 乘飞机飞往俄罗斯的新南部 他说呢 从那里乘坐直升机 前往乌克兰东部 被俄罗斯占领的地区 这些人在一个前监狱的训练了一周 使用没有子弹的步枪 都没打过子弹 真枪子弹 真枪实弹 农青后来讲 这表明他不被信任 就是 瓦格纳就不给他子弹 怕他拿着子弹来打警察 怎么办 他是囚徒嘛 他说 他们被告知要服从命令前进 并警告说 如果有人敢留在战壕里不动 会直接打死 说9月2号 这些人被驱赶到巴赫姆特附近 前线的一所房子 巴赫姆特是乌克兰东部的一个城市 瓦格纳已经攻击了几个月 没有攻起来 他就利用这些囚徒 说那天晚上 农青加入了一个 由17人组成小组 他们被装机小卡车 带到了林地 去取回 战斗中死亡战友的尸体 第二天晚上 农青和其他人回到了现场 当这些人开始工作时 农青验着树林的边缘 向乌克兰占据的阵地走去 并投降了 他投降了 他后来告诉华尔街日报 自己早就打算这样做 他挺狡猾的 他上战上 他马上投降了 他说他在乌克兰东部 巴尔温科 温科委寺附近的一个村落落脚 关押在一个由 哈卡为少将领导的部队里 这个33岁的人 因魁伟的身材 而被称为岩石 就是他被乌克兰军队 给他看守起来了 他是投降了 俘虏 这些人不知道该怎样处理农青 乌克兰当局不想要他 他没有身份证明文件 因为他是囚徒没有身份证 在囚犯交换中不会有价值 农青说他很想换别 但是呢 没有人相信他 士兵把他关在一所房子的地窖里 这个房子是 哈卡委少将的部队总部 是一群各种各样的志愿兵 他就和专业兵生活在一起 士兵给他被子 士兵善良可怜 他给他被子鞋子 毯子和毛巾 农青与宗士 叫维克多尼亚克尔聊天 说这个尼苏尼克是一个44岁的乌克兰人 被称为英国人 因为他在英国生活一半以上 这位宗士当时负责农青所在的房子 就在看守这个农青 农青的家人和其他的囚犯 从一个乌克兰的YouTube频道采访中 得到了他的行踪 他家人知道他在这里 他说自己从计划投降 想为乌克兰而战 许多人认为他只是为了生存 临时编了些故事 所以人们不相信他 监狱的熟人 这个叫伊斯·马杰洛夫说 他是一定要活下去的人 说视频里 农青坐在一张木灯上 用疲惫的声音讲 他接受了普里格金的提议 是因为他不相信俄罗斯臭名昭著 反复无常的监狱系统 会在刑满后释放他 就是他为什么参战 他还是想活下去这个意思 即使在监狱 他也不相信能放他 他说如果监狱当局不喜欢他 你就完了 自己在这里 那边不会有自由 自由在这里 他一直是自由地靠自己争取 9月17号 亚农苏内克宗师 在带领一个小组 寻找死亡和受伤的乌克兰士兵 不小心 就触发了地雷 炸死了 就是这个亚特苏内克 就看他这个人 就哈尔卡维少校 青农青和其他三位士兵一起去找回 宗师的尸体 由于周围布着地雷 这是一项危险的任务 农青淡淡地说 他们召唤我 我就跟他们一起去了 他也行 去找的尸体 说几周以后 负责交换囚徒的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 同意拘留这个农青 哈尔卡维少校的一个士兵 将农青护送到附近的地匿百洛市 并将他交给了对方 乌克兰人向农青的家人 发了一段思评 他挺幸运的 活下来了 说我还活着 一切都很好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农青在视频中说 日期是10月1号 说10月13号 农青出现在与瓦格纳 关系密切的一个 Telegram视频 发表的视频当中 一个就是网络平台的 那么视频的标题是 复仇之锤 说农青似乎蹲在地上 头被绑在一个砖头柱子上 他说了自己谁 并说曾想在战役中投到另一边 然后站在旁边一个人用大锤子砸他的头 他被打死了 他被乌克兰人给他打死了 农青倒在地上 那人又打了第二下 农青背叛了他的人民 背叛了他的战友 故意背叛 普里格军在他的新闻服务机构发布的一份声明中 总说 乌克兰人民 俄罗斯人民 俄罗斯人民从基因上 闻到了叛变的味道 克里姆林工发言人在记者问到这个视频时 这不关我的事 也就是说他最后被送给了 被俄罗斯俘虏了 遇落到俄罗斯手里了 就是瓦格纳集团手里了 尼基塔农青说 他的家人没有收到的尸体 任何消息 他将父亲的死亡归属于乌克兰当局 就是这个乌克兰当局 这个里面有个故事 就是什么 他这边实际上已经俘虏了 俘虏了 让这个哈尔卡维少校的一些士兵 就是看守了他 结果后来出了状况了 结果他最后是 这个几周以后 负责交换战俘的 负责交换囚犯的 乌克兰军事部门同意拘留这个农青 你应该优待他 你不应该给他交换出去 交换给对方 他说当他们把他交给了俄罗斯 他们知道会发生什么 因应交给俄罗斯 他就属于叛徒 肯定俄罗斯要惩罚他 这个 这个 瓦格纳的头目叫审划他 说乌克兰军事情报局发言人 彼得罗 压秦克 只表示农青本人同意被交换 就他真倒霉 其实他已经基本上活下来了 如果乌克兰把他给保护下就好了 但是乌克兰后代交换战俘 是为了换自己的人 就给他换给俄罗斯了 一下完蛋了 他说你知道 从个人角度来看 这是不对的 哈尔维少教 一月份讲 当时在巴默姆特街 受到瓦格纳部队的猛烈攻击 但23名乌克兰人 因此回到了他们的家庭 这是一件好事 就是战场是非常残酷的 这就从一个角度 这是一个特写 新闻特写 就讲这个人的命运 你可以看出 就是这个瓦格纳集团 是非常的冷血 非常残忍 所以他题目是 一个瓦格纳心病 农历活下去 然后残酷的死去 好 等到下一个节目 和大家分享更多的消息和评论 感谢观看